千米文具社 它位于板橋的巷弄 它固定的工修日是星期三和星期四 下午才有开始营业 这边的水泥章和圆木色的印章非常有特色 而且包装真的很精致 是非常可爱的美好作品 好我们再来看到 是由博板印刷的标签卡和标签本 这边还有Yohaku的原创贴纸 还有便条本这些商品 接下来是MU的水晶印章 转印贴纸 还有水染的描图纸 这边有集的印章和星球贴纸等商品 那其实到每一间文具店里面 只要看到有集的商品 我几乎都是每看必买 这里是花卉纸胶带的天堂 好想要把满满的整柜都搬回家 这边有杨军的纸胶带和转印贴纸等商品 也有切切先生的纸胶带和印章 这边最特别的是还有铅笔和乐意的联名款印章和纽带 Zebra 这边有这个按压的水性笔 它是一支不需要笔盖墨水也不会干掉的水性彩色笔 这个很特别是PLUS出的米色修正袋 一般来说我们很常使用到米色的手杖 那如果你写错字的话 这会是非常实用的商品 这边还有许多各种品牌的书写用品 当然印台还有清洗用具也不能错过 可以看到黄铜京东商品 是来自印度古老工艺所打造的经典时尚单品 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的钢笔墨水 在每一间文具店他们整齐排列出来的感觉 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吸睛感 这边还有各种的便签本和印章等商品 那它的风格很简约 当成拼贴素材的话也非常好用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前曾经使用过的烫金笔和金箔 前面还有塑写系列的墨水 那它每一瓶墨水的外观都有非常强烈又时尚的风格 这里还有米兜里 是我很常使用的一款笔记本系列 铅笔文具设备于板桥捷运站步行脚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咯 那我觉得它的清新风格呢 让我们被美好的文具们快乐的包围 希望大家都享受今天的旅程啦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在频道或IG留言给我们哦 文具店人生我们下次见